中共三大電信箱紐交所除牌一波三折 背後博弈激烈 中概股搞混水 海外圈淺VIA模式最流行 太子黨縱下搖前樹 江家手段最高 葛外國人韭菜 新浪富美上市開鮮河 阿里吾守契約暴風險 12月31日時 紐交所宣布啟動中共三大電信箱退市程序 不過只是三天後劇情就大反轉 1月4日時 紐交所突然宣布取消之前要退市的決定 正當投資者驚訝紐交所為何會招令直改時 結果事件還未完 1月5日時彭博社又爆出消息 在美國財政部部長姆欽表示反對意見後 紐交所正在重新考慮 是否繼續這個不退市的決定 而1月6日消息又有更新 紐交所最新表態說 將會對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 三間中國電信企業實施隨排退市 這三間公司的股票交易 將在美東時間1月11日下午4時暫停 繞了一個大圈 紐交所暫時又回到最初的決定 但是這個大圈就令人感覺到背後各方力量的博弈 而這個博弈可能還在這裡繼續 就算紐交所的態度再變 這也是說不定的事 之前《華爾街日報》曾在報導中說 中國在美國還剩下一個強大的朋友 華爾街 這次退市風波中 想變這個老朋友也為了中共 作出了一番掙扎努力 如果不是紐交所的表現也不會這麼戲劇性 只不過中共這些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要麻煩老朋友的地方實在太多 之前我們已經在節目中分析過 中共這三大電信商與中共太子黨的深口關係 那這次節目中 我們就來看看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是如何偷天換日 幫助中共權貴圈錢 提到中資企業海外上市 我們還要提到一家運水公司 這家國際知名的調查和造空機構 當初成立的目的 就是針對在美國上市的中企 就是抽出那些試圖運水摸魚的中資概念股 公司創辦人認為 這些中概股擅長運水摸魚 就是會通過釋放一些粉飾過的資料製造假象 借機大撈一筆 而在這些被認為擅長運水摸魚的中概股裡 有一種叫可變利益實體結構 簡稱VIE結構的操作模式 營運而生 這種模式在運水中起到關鍵作用 這種結構通俗地說 就是一家中資企業A想要去美國上市 於是A公司才在境外註冊上市實體 成為離岸B公司